我之前不是有做过那个 Python 里面有写一个程度 就是如果输入18岁以下 那就是未成年嘛 然后18到30还是35 就青年 然后壮年再老年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h 这个 h 的名称的话 它在 url 里面 我们要给它传一个处置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要能够辨识说它到底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就是再把你派神的逻辑放进来 OK 其实程式基本上 大部分都可以直接相容 可以用 小部分改就可以了 只是说这边当然壮年 就把它 比如我今天输入的是 60岁的话 60岁还是壮年 66岁应该是老年 OK 那不过也许你可以变化一下 就是说呢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 下方可以加一张图 比如说我今天呢 输入那个未成年的话 你就是跳一张那个 什么一个小baby的照片 对那如果是青年的话呢 那你就是给它一个青年 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 然后壮年老年 甚至这边你也可以再变化一下 你还可以让它怎么样 输入性别啦 不过这边少一个栏位条件 那将来当然你会发现 直接在这上面输入 其实是蛮不方便的 所以后面我会教各位做表单 所谓的表单应该知道吧 反正它填的资料 填到那个格子里面 然后按了enter 或向它尽量让它选什么 男生女生 那出来的话呢 它可以跟它互动 比如说它得到的结果就是 不同的那个 除了是文字叙述之外 还有不同的图 甚至是不同的CSS 那这样的话呢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这一题这个是 我们下个礼拜 也会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题是BMI BMI 不过BMI这一题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它这边呢 会有一个W是它的体重 它的身高是就是H 那我如果要传一个以上的参数 该如何做 其实有几个方法 BMI我刚好讲过 你可以斜线后面 你可以第一个是W 第二个的话呢 是H 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串在后面 但是你可能要request后面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或者是还有刚刚的那种方法 就一个问号 然后传第一个传第二个 刚刚那个方法比较接近像 以前你们写JSP那种方法 反正哪一支JSP执行 丢几个参数 中间加end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一样呢 将来也会再把这边做一个表 这个 做一个那个表单 一个Po 然后一样可以填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做看看好了 这两个范例 然后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今天 基本上请各位就做完练习 练习什么 练习HELLOW的1234 再试做看看 就是判断年龄的跟BMI的 所以其实总共会有六个练习题 六个练习题